5岁霸红台湾,两年被爸爸拜光1800万,还要给后妈整容费。如今变成这样让人心疼。 5岁霸红台湾 曾在下一站幸福中饰演安乙轩的儿子,借此红遍两爱三弟。 而他的爸爸小彬彬,也是童星出生,但成年后由于长残了就退出了娱乐圈。 2003年,他与第一任妻子黄美玲生下小小彬后,之后又生下妮妮宾。 这一家的名字,真是让人傻傻分不清啊!凭着老爸的人气和他的可爱,小小彬每年最少入账百万,抱红后代言不断,年辱九百万。 也因为有了儿子这棵摇钱树,夫妻俩在也没出门工作,拿着儿子们赚的钱买房买车,大家挥霍。 公后第四年,妻子嫌小彬彬只玩游戏不顾家,而且她还在节目中大爆妻子患有产后忧郁症,最终以离婚收场。 父母离婚两年后,才五岁的小小彬在节目里哭着对妈妈说,我生日快要到了,可是你为什么都不回来呢?让人听了也是相当心酸。 2011年,小彬彬又娶了22岁嫩妻小彬,第二任妻子还为她生下三儿子蒙蒙彬,而且蒙蒙彬也出道了。 本来这个拥有三个童心的家庭应该会很幸福,结果2016年她与娇妻分居的事情被爆出,大家才惊觉这个家庭背后的问题,家庭收入全靠三个。 从西金盟里比成年艺人都厉害的小小彬到迷迷宾,身为父亲的小彬彬没有固定工作,花销全靠儿子。 他甚至拿着儿子赚的钱去泡夜店,找陪酒,还为了钱耽误儿子的学业。 小小彬五岁时还没上过幼儿园,最后还是抵不住网友的泡轰,小小彬才上了幼儿园。 如果不是吴宗宪的一句明天家里要交贷款哦,谁能想到他家的贷款压在了这个当时还不到十岁的小孩身上。 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更是从嫁给他之后,开始了大笔花销,连整容费都是花小小兵的。 所以离婚时,这对夫妻便撕破脸互接老底,一个说对方爱整容花钱,一个则是靠儿子赚钱,家暴男。 当时看着爸妈破镜男员,读小学的小小彬说,我这一生,可能两样东西得不到了,一个是我的上门牙,因为在学校玩,不小心摔跤,缺了一脚,一个是我没办法得到妈妈真正的爱。 真的让人心疼又心酸。 如今,长大的小小兵,身材也一路膨胀了起来,无戏可拍,网友们大哭不感愿。 但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件坏事,至少父母不再把他当摇钱术,不再用背负贷款,可以做个普通人,认真学习,快乐生活。 温玄夜,2004年11月22日,台湾同心,因斌斌家族议员,昵称小小斌,因父亲崇拜康熙皇帝,故取名为玄夜。 2岁时,以客串台视众拍的《心形之我新2007》出道。 2009年,偶像剧下一站,幸福饰演梁小月,可爱又精湛的演技令她一炮而红,尤其以哭戏最为擅长,代言活动不断。 5岁时,高人气的他与曾国成搭档参与节目主持《小孩很忙》,节目播出一年。 上小学后,小小斌女课业为主,戏剧活动代言减少,仅利用寒暑假课于时间接戏漏变。 温玄夜之父是曾于1983年以连续剧《心形之我新》走红的台湾童星温赵语,昵称小斌斌,温玄夜有个童星弟弟温玄语,昵称迷宾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